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 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 朝野不振 闲人治事遭到迫害 从而人人自危 天下大乱 黄金起义主力被剿灭后 余部又继续斗争了二十多年 在它的影响下 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为了有效进缴黄金余部 汉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周末 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 加之一些地方豪强 在黄金起义中纷纷起兵 配合官军镇压起义 在镇压黄金起义的过程中 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 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 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 这一时期 除了袁绍 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 曹操 孙坚 刘备 这些无名小俗 也逐渐通过黄金之乱 走上了政治舞台 黄金企业特别像一场大地震 它主体虽然被扑灭了 但是它小规模的力量仍然存在 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者来看 规模并不小 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青州兵 还有袁绍在河北也收编了一部分 张飞燕他的黑山军 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 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黄金旗号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 袁绍这些豪强 黄金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 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 公元188年 青州徐州一带的黄金渔部再次歧视 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 衍州刺史刘黛被杀 曹操接提了衍州墓的职位 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金军 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 这只三十余万的黄金军 令家随军男女老幼眷属一百余万人 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 曹操从中选拔精锐十余万 号青州兵 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 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 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 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 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这支由黄金军所组成的青州兵 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 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 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这个黄金起义 虽然没有把东汉王朝给推翻了 但他对东汉王朝 这个老大帝国 他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 三国就这种鼎立情况出现 都和黄金起义 有直接或者渐渐的关系 黄金起义之后 这一个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汉王朝 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 朝政日乱海内困虚 面对这样一个 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 一批批乱世枭雄 横道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 公元二百二十年 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 创造了无数辉煌的 东方第一大帝国 大汉王朝 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军 汉宪帝被迫走下了 至高无上的皇权 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